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出狱后 他还是不忘赌博所带给他的刺激感 32岁时阿伟再次铤而走险 贩卖毒品遭逮捕 被判入狱六年 他说贪婪是他最大的致命伤 是因为我有这个贪念 要有多一点钱 能够享受世界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才会去赌 我骗很多人的钱 就是因为我骗很多人的钱 骗到我没有办法骗 我还是没有办法停止赌钱 我就欠大耳龙钱 为了要还债 我就自己去贩毒 根据全国预防试度理事会的数据显示 2014年通过电话寻求帮助的人 共有21782通 2015年则有20801通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通过网站匿名求助的 则从2014年的357起 猛升到2015年的1575起 病态赌徒如果想要借赌 除了拨打全国预防试度理事会的热线 或是网站匿名求助外 也可以到心理卫生学院 或是一些中途之家寻求帮助 新宋恩宣道中途之家 就是其中一家 课程策划经理 在国边指出 这几年 赌徒的年龄也趋向年轻化 比如说以前差不多五六十岁的 现在十六岁的也有 二十多岁的也有 三十多岁的也有 可能他们把试度当成是一个爱好 可能是一个消遣 又可能他们觉得这是合法的 所以只要他们一不犯法的话 他们觉得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做错 如果这只是我一个爱好的话 我只是打发时间 所以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的观点来说 我是没有错的 心理卫生学院的心理学家陈孤佳说 如果一个人在赌博时 所涉及的金钱和时间越来越多 就要开始留意了 有就是可能这个人会长期的沉迷于 就是跟赌博有关的思维 虽然他可能人在工作 可是他的脑海里 就是不停地会想着 就是如何去计划 说我下一次要怎么去 就是赌 可能是找一些赌本去赌 或者就是想说 就是沉迷于说 我之前可能有赢钱的那个感觉 就一直会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就是转来转去 一直会在想那个东西 可能他的人是在工作 或者人是在跟他的家人在一起 可是他会就是经常会沉迷 这跟赌博有关的 那是这其中一个征兆 阿伟最大的问题是赌球 今年五月初遇后 因为有了信仰 所以决定痛改前非 自愿来到中途之家接受辅导 尽量改变自己的思维 远离赌博 偶尔他还是会想起 以往赌博的日子 有时候看到球还是这一类的东西 会勾起我的赌博的设计 我又再回想 为什么我会赌博 就是因为我贪婪 为了要有更多钱去 去享受世界这些东西 而且要走 走这些小刀 所以现在我每次会告诉我自己 随时我都会跌倒 随时我都会回去赌 我自己也要觉得要满自主 有更多钱也不一定代表高兴 会很高兴 最重要是我家里人 他们不会再受到伤害 心理学家指出 他们会通过药物 对病态赌博进行治疗 不过只是辅助作用 最重要的还是进行心理治疗 改变他们的思维 根治嗜毒的问题 因为病态赌博在戒毒的第一名里 复发的几率高达80% 那么我们经常会用 这个认知行为治疗法 那么这个认知治疗法呢 它的就是原则是说 你的思维 你的情绪 跟你的行为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如果我能够改变 你对某些事情的一些 看法跟思维的话呢 你的行为也能够 就是慢慢地调整过来 辅导员王岐俊认为 病态赌徒在戒毒的过程中 非常需要家人和朋友的扶持 才能慢慢地挣脱毒瘾的枷锁 一般上我们常劝那些赌徒说 改过自信 我打个比方 比方说之前这是一个赌徒 很多年的赌徒 然后回到家里 兄弟姐妹看到他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一看到他回来 大家就把桌上的那碗饭 拿了就到房间里面去吃 不想跟他见面 那么如果他要改过的话 我们家要不要留联在赌场 回家 有家庭的那种那种那种 家庭那种生活 但是如果家人继续地排斥他的话 他不容易重新再来过 其实新加坡有相当多的那些 中心他们戒毒的工作 都做得很好的 都很有果效的 所以我们也不缺乏这方面的资源 所以如果家人能够寻找 专业的帮助 再加上家人的那个支持 那么我对这些人要 脱离这个毒瘾的那个 相当有把握 十读九书这个道理 其实很多人都明白 但总是有人想要寻求刺激 试一试手气 一个人适度不只是自己受苦 全家人也会受到牵连 一旦染上毒瘾 无法自拔 后果恐怕不只是 输掉钱财那么简单 戒掉毒瘾 改过自新 才能开启新人生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独家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